帝王蟹为什么会跑到南极去 2003年 西班牙一位生物学家 首次对外声称在南极发现了帝王蟹 而在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 也都在南极发现了帝王蟹 证明帝王蟹正在往南极迁移定居 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 南极的温度在不断上升 虽然我们感觉不太出来 但对于帝王蟹来说 高出来的这几度 却吹响了他们进攻南极的号角 帝王蟹本身就喜欢寒冷的水域 所以这次进攻南极他们是在必格 南极的海底中 大多都是一些无几追动物 这些无几追动物 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 导致他们没有天地 这也让这些本地居民 根本就没有任何对地手段 他们就像一个个老大爷一样 天天悠闲躺在南极的海底 而帝王蟹的到来 打破了海底沉寂多年的寂静 这些不设防备的本地居民 即将面临一大群 穿着红色铠甲的掠夺者 在帝王蟹原来的海域 猎物们要么长着硬巧 要么特别会躲 想吃点东西 要花大力气 但到了南极 他们发现满地都是食物 这些猎物身上没有硬巧 也没有一身的刺 猎物们就好像 做熟了把自己端上来一样 很快 南极州就已经遍布了帝王蟹的身影 这些在南极的帝王蟹 过不了几年就会发展成挪威那样 但是为什么这些 在国外泛滥成灾的帝王蟹 在我国动辄就是上千元一只呢 首先就是前文提到的 俄罗斯颁布的宪布令 每年最多只能捕捞十万斤的帝王蟹 但是攻中国就能消耗掉五万斤 所以导致了供不应求